現在比較年輕的人都貼比較黑一點 不要給大家看到 就我們有比較黑的 那隔熱又最高 這個都可以有儀器可以測 可以有紫外線 100%幫你組隔 這透光度 對 透光度就是說你只剩下3% 外面的人就看不到你 對 然後這IR 這是紅外線 所以樂的主音 樂園 我已經幫你組隔了97% 所以說這個貼了就不會熱 重點這個材料非常好 它用陶瓷的材料 你看出去還是很清楚 別人看不到 就是不會霧霧的那樣啦 有些好的隔熱只會很好 可是它會有點霧霧的感覺 就是說以前的材料 它一直粗心嘛 那我們這是最新的 就用陶瓷 全透明的啊 它也可以把這個紅外線組隔掉 幾乎都是零了 就是不會熱的意思 但又可以透明 但是透明的一定會比黑的來的熱一點對不對 那個就是要講到總隔熱率 可見光 就是像墨鏡 墨鏡它是用 把可見光阻隔掉 對 那我們隔熱只是講紅外線 紅外線啊 佔熱的50% 只要我們把紅外線 阻隔掉 對 那可見光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選透明的 你可以選中的 也可以選深的 也有透明的這樣的選擇 所以它如果想要當帥哥 它可以選透明的 我沒有想當帥哥 我們要貼那種挖鼻孔 人家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貼黑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貼的話是 我的前檔是貼幾%的透光 一般前檔啊 因為它有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貼太黑 像國外啊 它是40%以上 才可以貼前檔 那台灣做的透光度 差不多在30幾% 就是剛好可以安全 又可以有一點在樹下開車的感覺 這樣開車比較不會熱 那效果比較好 我後面就可以比較黑了 其他地方 後面啊 如果我們有這個需求 你要貼多黑其實都可以 上面你看那個天窗 現在都全景玻璃天窗 太熱了 那沒辦法開車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它貼一個 隔熱紙在裡面 我們貼了幾乎都是十幾年不會有問題 就是下面貼隔熱紙嘛 啊上面還有東西可以去強化 對對對 因為現在那個石頭啊 哇那個玻璃啊 第一個玻璃很貴嘛 對 那我們如果有貼的話 石頭打就不會破 這最新的喔 可以割紅外線 然後又可以防爆 就是以前人家都說貼犀牛皮嘛 那現在這個是比犀牛皮更好 加了隔熱 多了個隔熱效果 紅外線組隔95% 這最新的 一般貼外面差不多五年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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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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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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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看出去這個色澤啊 也是目前最柔和的 雙層陶瓷格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